字极论篇第五十一 皇帝问道 我想了解针刺浅身不同要求 齐博回答说 针刺骨就不要伤筋 针刺筋就不要损伤肌肉 针刺肌肉就不要损伤脉 针刺脉就不要损伤皮肤 以上四句指的是 应该伸刺则不能浅刺 针刺皮肤则不要伤及肌肉 针刺肌肉则不要伤及筋 针刺筋则不要伤及骨 以上三句指的是 应该浅刺则不能伸刺 皇帝说 我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希望能听听对此的解释 齐博说 所谓刺骨不要伤害筋 是说须刺骨的 不可在仅刺到筋而 未打骨的深度时 就停针或拔出 刺筋不要伤害肌肉 是说须刺至筋的 不可在仅刺到肌肉 而未打筋的深度时 就停针或拔出 刺肌肉不要伤害脉 是说须刺至肌肉深度的 不可在仅刺到脉 而未打肌肉深度时 就停针或拔去 刺脉不要伤害皮肤 是说须刺至脉的 不可在仅刺到皮肤 而未打脉的深度时 就停针拔去 所谓针刺皮肤 不要伤及肌肉 是说病在皮肤之中 针就刺至皮肤 不要深刺伤及肌肉 刺肌肉不要伤及筋 是说针只能刺至肌肉 太过就会伤及筋 刺筋不要伤及骨 是说针只能刺至筋 太过就会伤及骨 以上这些 是说若针刺深浅不当 就会带来不良后果